我今天认识,每次拿咖啡 你去拿咖啡 没死地拿咖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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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要跑天台 OK,31,讲到是厄巴迪亚 我们现在讲的那是小先知 厄巴迪亚呢 他是旧约里头 最短的一卷書 最短的一卷書 你把它記起來 它只有一張 一張全部只有二十一節 所以它是最短的一卷書 那其中是主要講到就是 它對這個外邦人 也就是以東的一個宣告 一個責備 這是二八底亞 那第三十二呢 就是約拿 那約拿大家可能知道 讓她的故事比較多一點 約拿是最熟悉的故事是什麼 她被大魚吃掉對不對 在三天 三天在魚部內 然後就是說 當初神叫她去那個 寧依圍城 她抗旨 她就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結果發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寧依圍的 她也就是說 對外邦人 對寧依圍的一個宣告 那寧依圍在哪裡啊 寧依圍是什麼城 它就是亞術 亞術的京城 所以就是不是 有道不是以色列那邊 就是外邦就是亞術 亞術就是後來把 北國以色列吞沒的亞術 OK 那我們就再翻過來 最後一頁了 最後一頁就是我們上次 沒講到的 尼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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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迦書他這裡講一寫說 有何神向你 只要他就是 沒有找 還是沒找到啊 找到了 那就是現在是最後一頁第六頁了 第六頁 所以迷迷迦呢 他其實他本身上一次 那個誰羅伊不是講嗎 這個舊約時代 新一時代 他們每一個名字 都有他特殊的意義 那迷迦他的意思呢 就真的就是說 誰能像耶和華 不管是天上地下 什麼樣的大神小神 有何神向你 這樣的恩慈與公義啦 就是說這一本書的主題 我們先來看他的內容 我們再回過來看他的經劇 他說先知彌迦大聲呼喊 呼聲大約是回想於約坦 雅哈斯和西西加州王的時候 他是與以賽亞先知同情 所以是比較先前的 比較先前的 所以他呢 他是在亡國之前的一個先知 你看他那個圖啊 很多那個頭 很多大頭小頭 那個地方 耶加就是那個 在以賽亞的右邊 那他是那個 722年以前的嘛 對 所以722年是北國以色列輪亡 所以他是在輪國 亡國之前的一個 一個先知 那彌迦呢 他是像Bose 像北國的首都 撒馬利亞 還有南國的首都 耶路撒冷 一起都有宣告的 一個一個先知 那當時的這個一個整個社會呢 就是非常的混亂 非常的黑暗 敗偶像 不義貪婪 那說他就是宣告說 預言說這兩個城必將滅亡 果然 我們現在當然都知道 兩個城都已經滅亡了 所以這一本書呢 主要就是說在訓悔神的子民 要離惡從善 才會免於 以免乾犯神的憤怒受刑罰 蒙神的憐憫和慈愛 負心和煩華 所以那講義也講到說 這本書對罪惡的描述 特別的詳細 提及罪 罪孽 罪過 有十六次之多 提及惡也有十次之多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呢 非常的黑暗啦 我看是比現在可能有過之而不及 那所以說 其實眾先知書講的 都是大概都是這件事情 就是講到那個時代的黑暗 講到他那個時代犯了一些惡行 從上到下 從君王到反夫走出犯了一些惡行 然後講到神的一個憐憫跟救贖 所以大概都是講那樣子 那這本書還有一個比較 special的一個特點 說他就是那個 《嬰孩在馬草》 那個圖案的旁邊 講到說 本書首次預言基督的降臨 是降生在伯利恒 所以他是比較special的這本書 他是說這件事情 伯利恒的降生 是在所有先知書 只有他這本降到的這個伯利恒 而且他在下半 在這個什麼 迪迦的五章二節的下半節寫說 他的根源從更古 從太初就有 所以呢 就是 就是知道說 神 耶穌基督 他不是 突然之間 才從馬利亞 把聖靈承運生出來的 他是從更古 從這個beginning起初 他就是有 就是與神同在三位議題 然後之後才是道成任務生 到我們世間上代 彌賽亞將要從第三個城 也就是伯利恒之來 好 那這個是在 《彌迦書7章18節》 他講的 我看一下 你們要不要看一下聖靈 《彌迦書7章18節》 《彌迦書7章18節》 欸 如果翻到了 用翻的 他是特快的 那你唸一下好了 《彌迦書7章18節》 神啊 神啊 有何神向你 赦免罪孽 饒恕你產業 至於你的罪過 不永遠懷怒 喜愛施恩 怎麼樣 所以 你看他就是說 這本書的主旨就是說 神啊 有何神向你 赦免罪孽 這就是今天的那個 要節啦 金句在 在上面 《彌迦書7章18節》 就是 神的這個 恩慈 赦罪 不發怒 喜愛施恩 好 那就是 這個就是 第七課 最後一個小仙之 迷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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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很 恩 這個當然是他的經句 他還有一段經節是非常的耳熟能詳的 講到說 神要我們怎麼樣來行使神跟我們這些世人所要的是什麼 大家記得這個經節嗎 在彌迷迦書6章8節 如果您已經翻到七章十二節的十八節的人翻過來就是6章8節 還有一個非常 就是很多時候講到什麼都會引用了一個經節 我們一起來把這個經節看一次 尼迷迦書6章8節 翻到人我們一起念一次 世人啊 耶和華一直是你而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神同行 我真的 我也很喜歡這段經文 真的 嗯 神是對我們如此的 寬厚 嗯 同恩 那我們要怎麼樣的去報答他 我們要怎麼樣的去做呢 其實簡單的就是這麼幾件事 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 就這四件事 你雖然說就這四件事 好像是簡簡單單四件事 是我們人生一生都去追尋的 不是說簡簡單單的 不是一條意義 但是就是我們要朝這樣子的方向去走 行公義好憐憫 是神的兩個那個特詞 他是有公義又有憐憫 那存謙卑的心呢 就是萬物之手 任何事情都是 beginning with 謙卑的心 就是開始與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 OK 那我們第七課的作業大家都 都 我們上次我們上次我們講完了 我們很快構思一下好了 和西亞的預言景象是他和他妻子嘛對不對 所以他的那一段是就是說他的妻子是一個妻女 所以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說不真的妻與信實的丈夫 以這樣子的一個relationship來 imply說不真的子民與信實的上帝 就是這樣的一種關係啦 所以他這裡就是和西亞就說他妻子的關係 第二題 你和西亞預言著重於 愛 長久的溫柔忍耐的愛 就是 永遠的愛嘛 永遠的愛嘛 因為以色列這個人民啊 這個民族啦 早期時代就是這樣子 經常的悖逆 一而再再再而三 那一下悔改一下悖逆 但是神對他們的這個看不保守的愛呢 是forever 長久的耐和愛 余兒預言蝗蟲 不是 預言的內容 有哪一些 蝗蟲嘛 就很有名 還有外邦仇敵 還有主的日子 所以ABC 以上前三個 OK 那第四題 指責以東的先知 我們剛開始複習的時候 以東就是那個厄巴迪亞 對不對 所以有厄巴迪亞的就是 B跟C 還有E 畫掉其他的 所以是誰 約 約拿是 跟這個 尼尼尾 所以要畫掉尼尼尾 阿 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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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阿巴迪亞 尼迪亞 尼迪亞 阿摩斯 尼迪亞呢 尼迪亞 尼迪亞 剛才講到尼迪亞 尼迪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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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來畫去呢 就是像B 尼迪亞 跟阿摩斯 阿摩斯 對啦 你看第三頁 第三十個那個大標題的時候 他就是在中間那地方說 阿摩斯對大馬色 等於剩下 加撒 推羅 移東 亞文 和摩亞 宣告神的審判 所以阿摩斯 是有對外邦宣告的 阿摩斯 現在先講到阿摩斯 第五題 那這個大家不小心記得 阿摩斯他對這樣子宣告的時候 对这些外邦人宣告说 你们这些外邦人呢 最大恶极 将来会受到神的刑罚 严厉 那这个时候呢 谁最高兴呢 以色列人很高兴 对不对 他就觉得说 哈哈 我们以色列最优秀 你们中other的这个外邦人 都会受到神的严厉惩罚 所以说呢 就是 就是B的答案 因为指责外邦诸国 深受以色列国人欢喜的先知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都很高兴 其实他们也不用高兴的派照 因为自己呢 自己也是非常的罪恶深重 那阿摩斯也是有 用一些意象来 告知这些以色列人说 神的愤怒就要临到你们身上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他对外邦的宣告 受到国人的欢喜 第六题 尼迦寓言 我们刚才讲到 他一个很特殊的是什么 这本书只有在这本书讲到 伯利恒 第七哪一位先知心目洋人 阿摩斯 这个我们有看过 两人不同心情能同行 阿摩斯呢 阿摩斯 阿摩斯三章三节 两人若不同心情能同行 先知主要对象是南国的是 是哪一个 约尔是主要南国 约尔是主要南国 约尔 约尔的话 他是北跟南都有 他也对北国 撒玛利亚那个 所以只能选一个的话 我们就只能选这个 约尔 最后一题说先知主要对象 不是外方的 约拿是对谁 外方亚述 阿巴迪亚 所以就是 约拿是对谁 南国的游战 OK 那我们再看到第八课来 第八课上礼拜 我们他们大哥已经带过拿红了 那拿红也是一个对外邦宣告的先知 就是在约拿之后 以150年 再一次的对迷迷围城 来这个训回 你那时候迷迷围城怎么样 还是罪恶嘛 就是约拿当初 150年前 约拿跟迷迷围讲说 神要 就是说宣告他们的恶行的时候 他们就悔改了 那但是呢 那但是呢 就是短时间啦 那再一次的又沦为邪恶谈报的人 人性不改良 所以 纳红就是再一次的预言了这个 迷迷围城要完全的被毁灭 永不得重建 那这个上一次 那这个上一次凯文也带过我们就跳过来 第35 哈巴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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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Kevin也带了 就是 他的一个 要指说 这个 阴性 我觉得他自己写说 阴性成义 我个人啊 觉得 还不太对 是在新约的时候才成义 他这里讲的其实是阴性得生啦 好 这些就是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啦 好不好 那我在这里 想要再提一次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哈巴谷呢 嗯 对我有一个 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就是说 他非常的 嗯 耿直 他不懂的事情呢 他就会 啊 去 跟上帝 来 啊 询问 所以他 他就 而且这两个问题也是 非常好的问题 是我们一般 小市民 就是 导致这里 想的就是 就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中间说 他第一个问题 他说 神为什么没有 刑罚犹大的罪 犹大 那个时候 也是啊 乱七八糟的 神你就 把他们这个 鞭策一下嘛 好 但是呢 神有他自己的主权 所以他讲一说 神的回答说 施行审判 这个审判就是 要让外邦人演 巴比伦来 来杀制他的百姓 所以神不是说 他不 刑罚他们 而是说 他有他的狗 主权 他有他的时间 他要怎么做 他要用外邦人来杀制 所以这是神 那他第二个问题呢 也是啊 也是 令他把我困惑 也令我自己困惑 所以我说 哎 犹大是恶 恶的时候 那为什么呢 你还要用一个更 更 极恶 更恶的 巴比伦来 来 来 惩罚他们 以毒公毒啊 哦对哦 黄医师很有前期 以毒公毒 对吧 所以 阿巴比亚就是 不是 阿巴古啦 就是 对神说 恶人吞灭 以自己公义的 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然后他就这样 来挑战神 但是神就是 有他的这个 一个 回答 毕人毕 因信得生 所以不管是 阿巴比伦 还是 阿 犹大 是他有他的 审判 圣人没有来 好 然后最后那个经节啊 是 Kevin特别喜欢的经节 我们上次念了两次 就是 也就是说 在这个 不顺的时候呢 不是顺境的时候 不管是 好像什么东西都出不了 然后都 不是像理想中的 但是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在苦难中 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以处 就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在困惑中 在没有结果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有这样子的信心 要相信神 因为神 有他的时间 有他的主权 可以让所有爱神的人 互相效力得以处 OK 那就是上礼拜讲到这里嘛 那我们今天就先开始 就是后面三个四个先知 上次有没有讲西班牙 有 有哦 OK 那西班牙讲过 西班牙就是说他是 讲的是神发怒的日子 所以就是讲一讲去就是 神就很不高兴他们这些不论人 所以上次讲过 那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注释 就是说就是第一 那边讲说先知西班牙在这边 明确的 他是在那个王啊 哪一个王 约西亚 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 进行他的先知工作 那约西亚王呢 如果我们有读圣经呢 我们就会比较知道 约西亚王是众恶王之间呢 有一个什么 好王 所以他比较容易记这个人呢 因为众恶王实在太多了 数算不清 但是好王没有几个 没有大概只有两个 约西亚跟西西讲 所以约西亚他是怎么样好王 他是推行这个废除偶像的那种 的一个活动 一个运动 就是他要捷径犹大和耶路撒冷 所以他是一个好王 他是八岁的时候 小孩童的时候 他是登基 然后在他在位的第十二年 就是他二十岁的时候 也是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有这样子一个意念 就是推行这个清除偶像 要捷径犹大 所以呢 就是说约西亚这个王呢 有受到西方亚这个先知的影响 西方亚大力的鼓吹 要远离邪恶 要敬畏耶路华 那西西亚真的是有受到这样的影响 所以他就有推行就是要做一个好王 所以呢 就是说西方亚就在右边这里啊 他又讲到说神的审判 还有这个神的喜乐 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是大愤怒 困苦和艰难的日子 但是呢 耶和华也不是说光有审判 他绝对是有救赎的 只要你是这个 基督要在荣耀中回到地上 犹太人要脱离贝鲁的情势 要聚集 被世人称赞 他们这样复兴的时候呢 神也要为他们喜乐歌唱 就是这样子 就是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觉得不能读一念说 哎呀这个神真的是很残忍 什么这些人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把他全部歼念 但是因为神是圣洁的 他是好公义 还有这个恨恶邪恶的 所以呢 就是绝对是会提到他的荣耀 他的父亲 他的救赎 OK那就是进到我们三十七的先知 哈 不是三十七的先知 就是一个哈盖书 这是上礼拜我们还没讲到的 这个哈盖呢 跟撒加利亚 还有后面那个撒加利亚呢 还有谁 还有马拉基 这三个呢 就是最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三个先知 哈盖 撒加利亚 马拉基 大家就请他请你们记住 他们三个是在南国犹大被 被谁灭了 被巴比伦灭了之后 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去啊 然后他们三个先知 是在那个时期之后的 就是在 在这个被掳之后的那时候的先知 甚至是就是说他们回归 神不是说七十年之后 要再带他们从这个巴比伦再回到 再回到 圣城叫什么来的 耶路撒冷 再回到耶路撒冷 就是他们这些先知 就是在那个时段 所以我们再来看哈盖书的时候 他就是重建圣殿 重建圣殿 撒加利亚也是重建圣殿 都有关系的 所以呢 那我们来看重建圣殿 第四页 在刚开始的时候 在犹大人被掳七十年之后呢 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 有一位先知 他就是叫做哈盖 所以他是被掳 回归耶路撒冷之后的 第一位先知 就是哈盖 被掳回归之后的第一位 在索罗巴伯的领导 这些犹太人从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 不是 犹太人从巴比较 回到耶路撒冷 开始重建圣殿 那他们重建圣殿 其实不是很顺利啦 因为那个时候 在那个地方的 撒玛利亚人 他们就非常嫉妒啊 所以要竭力地阻挠这项工作 不愿意让他们完成 所以从他们就透由各种不同的管道 来阻挠这些事情 所以工程就停留停顿下来 到好久以后才又开始重建 那这里讲到的就是说 哈盖和撒迦利亚这两个先知呢 就鼓励这些百姓 你们不要因为这些外在的阻挠 来泄气或者是说不努力地 来做这些神的圣工 然后重建圣殿 哈盖这个也是一篇 短短的一个先知书 他说他在预言当中 包括了几个方面 第一 责备百姓自己住在美好的房屋 却任凭圣殿仍然荒凉 我看一下这个金杰 在他的第一章第四节 他讲说 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这个就是说 就是讲到这个呢 就是百姓 他们只顾着自己住得舒舒服服地 回到自己的国家 但是呢 没有把圣殿这个事情放在县里头 所以他的这个哈盖是这么的讲他们 还有在一章九节的时候呢 耶和华也借着哈盖说 我的殿荒凉 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 就是这个意思 责备百姓自己住在美好的房屋 任凭圣殿荒凉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说叫百姓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一起来建造神殿 把神会与他们同在 第三点提醒百姓说 以前呢 他们是怎样的悖逆神 又因着这样的悖逆 应该会受到怎样的刑罚 第四点鼓励百姓说 神万国的珍宝将来要临到这圣殿 圣殿将来的荣耀要比以往的更大 第五预言 耶和华请赴世界的列国 却要拯救他的选民 就是一再地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 你们这些悖逆的子民们 硬着景象的子民们 神要审判你们 也要审判万国 但是呢 耶和华呢 却要拯救他的选民 现在是 要不是说我们这个敬畏耶和华 尊重他的主权 我是觉得这些以色列人 最开欢子 真的是 就是一直的叛逆 尊照神的教导吧 才会得到得福之源 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但是呢 虽然说这么讲吧 那我们还是真的谢谢神 这样子他不仅拯救他的选民 他也是眷顾所有的外方人 所以就是我们在新约的时代 是有我们的真正的福气 我们的福分 这就是他该重建圣殿 呼吁重建圣殿的一个先知 另外一个重建圣殿的先知就是呢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是小仙之书里头呢 我们不是说大仙之书 小仙之书是他篇幅的大小嘛 所以小仙之书所以然就是说他的篇幅比较小 但是撒加利亚是所有篇幅比较小里头 小仙之书里头呢 最长的一本 就是很多很多的章节 所以他是小仙之书里头最长的一本 哈盖撒加利亚这两个大头在那地方 有没有那个图片啊 所以他说说这两个人呢 是与就是说撒加利亚跟哈盖 是一同回耶路撒冷 他与哈盖联合起来激励百姓重建圣殿 因为百姓就是懒懒散散的只顾自己 然后一有个什么阻挠呢 他们就也不竭力的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两位先知就是激励百姓 要来做这些事情 那他不但是说在小仙之书里头最长的一本 他也是最难明白的一本 他就是用了很多的这种意象 你们也知道这个意象呢 就是比较难了解 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 他用八个不同的意象 来这个预言 外邦世界的帝国要被倾妇 被信了犹大 因为他们拒绝基督而受到审判 但是呢 他也预言了 渔民就是剩下来这些的 还没有被毁灭的这些 以色列人呢 他们将来的复兴荣耀 以及最终耶路撒冷的复兴的昌盛 所以他是就这样子的 那他也是有讲到弥赛亚 他这本书呢 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他比其他小先知书呢 有更多的预言 讲到弥赛亚 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都是从这个新约的时候都可以 怎么样 八个四会 reflect 就是他们互相的应验 新约应验的旧约先知所预言的 比如说呢 主要进入耶路撒冷 我们赶快看一下 在那个撒加利亚九章九节 我觉得这个 这个 我们只要看 撒加利亚九章九节 他讲到就是说 西安的王 西安的王其实指的就是 耶稣基督啦 他说看哪里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 千千合合的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居子 这个很熟吧 这个在新约里头 马太约翰都有讲到说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是要怎么样进耶路撒冷呢 他是要骑这个驴居 他叫他的门徒去牵那个驴居子来 所以在你看 在早期几百几百年之前 撒加利亚就已经这么讲了 然后又说呢 要被人以三十块钱出买 所以我们如果看撒加利亚十一章 十一章的十二节的时候 他就有讲到说 这个牧人的一个比喻啦 然后呢 就讲到说这个三十块钱的事情 他就说 我念一次好 大家很快 十一章 撒加利亚十一章十二节 他说我对他们说 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 不然就罢了 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 作为我的工价 那这样有没有连起来 因为当初犹大是收了三十块钱的 一个代价 然后出卖了耶稣基督嘛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讲到三十块钱作为工价 然后就是出卖了这样 然后来还有什么 预言主的伤痕和主的死 那我们再看十二章 十二章的第十节 十二章第十节的后面讲到说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扎就是赐进去的扎的 必为我悲哀如丧如生子 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所以这就是也是预言主受定的一个伤痕 主的伤痕主的死 还有呢 主犹如被杀的牧人 所以这个是在撒加利亚十三章的第七节 第三章第七节 刀剑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败 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 我必反守在微小者的身上 那牧人就是耶稣基督啦 你把这些牧人都钉死了 就攻击了 击败了 羊就分散 是不是 那些门徒的那时候啊 是不是分散在各地 好像羊没有主人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预言 还预言了主第二次在灵 要在橄榄山上 那不是赶金山 是橄榄山 很多措辞在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 都是用金这个字 橄榄山在地上做达植 然后撒加利还描述将来的荣耀 勉励建造圣殿的人 更加奴隶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撒加利 OK 那我们赶快再看这个马拉基书 所以今天可以结束 马拉基就是最好记嘛 旧约圣经最后一本 就是马拉基 所有先知书最后一本 也是马拉基 他就是在这个 最后的时段 那他这里一个要节 讲到这个十一的这个奉献 还有这个什么 闯开天上窗户 寝福的这东西 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点啦 那就是说我们不用就是拘泥在一想到马拉基 就是讲到十一奉献 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一对一的 那只是讲到说那个时代 再一次讲到说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的不公不义 他们甚至呢连当初 当初这个摩西 训回的这个十一根本就没有遵行 所以就是而且那时候建圣殿啊非常需要基金 需要这个财物的一个支持 那百姓都不奉献 百姓都不这个当一回事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是很难推行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 提醒他们的时候百姓说你们不要忘记 你们确实要碰见十一 所以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不是说这本书讲的就是每一个 马拉基日旧约是在最后一位先知 约在尼西米执政的末期工作 也就是大约主前四百年左右 那时候呢百姓道德沦为 什么极度沦丧 马拉基书中看见神温柔的与百姓理论 这写的实在是温柔的与百姓理论 神实在是大有恩赐 还好 不是我要不然就全部就灭亡 在马拉基书中我们看见神温柔 他们竟然 哦你看这些人 还像神争辩哦 还抵赖哦 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对神无礼的质问说 比如说在第一章的第六节说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你看这些无耻的百姓 竟然是这样的质问这个神说 你在什么时候曾经爱过我们呢 太无耻了 第二呢 还有第七 第一章的第七节 他说 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 我们有这样做吗 第三呢 然后讲说 第三章的第七节 第三章的第七节 他们还说 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因为耶和华说你们要转向我 他们就说 我们是怎么样才转向你呢 还有什么 三章的八节 然后不是我们刚刚不讲到十一奉献的吗 那个时候的人他们都没有这样子做啊 然后就等于说 你没有这样做 在当时的社会就是等于说 抢夺耶和华英寿的奋俄 所以他们竟然才说 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 所以就是点点滴滴啦 有太多太多的这些的质询 这些不公不义的这些问句 代表说他们那时候实在是罪打恶行 还自己不承认 还抵赖 所以讲到说百姓恶行不爱主 祭司呢 也不好好做他们祭司的工作 旧约时代说献祭的时候 一定是那种出生的牛肚 或者是羔羊 就是非常的圣洁 没有瑕疵的才是献给 将你最美好的献给耶和华 那祭司随随便便就是那种 有瑕疵的动物 他也把它拿去献祭 既是拒绝做没有报仇的施工 这个我没有查到什么意思 犹大的男人取了 拜我上民族妻子为妻 这那时候是太普遍了 取了外邦人的 不履行十一奉献 我们刚才讲了 所以这就是一些百姓的恶行 点点滴滴都是这样子 马拉基书也预言了基督的降临 说明了基督在施洗约翰之后来临 他那个在这里有讲到一些 就是说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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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就有一个人要在你之前先来的 第三章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 他说万君之耶华说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我面前预备道路 你看这句话很熟吧 在新约讲说 那个施洗约翰是 在我面前预备道路 你们所循的主 忽然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 就是你们所仰慕的 快要到来 所以就是讲到这个 施洗约翰 在主耶稣基督之前 要先来预备道路 OK 在耶华审判日子公义要出现 不尽的人要受审判 圣余的忠明 敬畏主人却要蒙福 这个就是一样的这个message 一再地讲到这个地方 OK 现在我们到了最后一页 第七页了 我们要跳过那个中间 那个两约之间 还有什么希腊话 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回去看 所以呢 这个先至马拉西书 就是结束了旧约 它是写在主前 大约四百年左右 那个时候呢 犹大虽然已经 虽然有许多仍然奔赛在波斯帝国 不同的省份作为殖民 但是也有很多 一小部分已经在 以色列西米这两个先知的领导之下 回归故土 所以这个在那一段时间呢 这些犹大犹太人呢 就是以色列这些渔民呢 在这个时间呢 他们叫做什么 静默之年 就是在波斯 他们现在是在波斯这个地方嘛 对不对 但是波斯呢 也是南征北讨 他想要把希腊给灭了 但是呢 希腊兴起一个 The Great 是谁 The Great 把希腊帝国的最大的一个 最伟大的君王 就是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的Great Alexander the Great 他呢 反而就把波斯灭了 所以呢 在这一段时间呢 西方的语言 风俗文明 都受到希腊化的影响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表 希腊化的内容 对犹太人的影响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回去看 所以就是讲到 从这个 巴比伦 灭了这个南国犹大之后 然后呢 波斯又灭了巴比伦 之后呢 希腊在灭了波斯 所以整个 那你就可以想见 他们受到犹大 对对对 I'm sorry 受到希腊的影响 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 深深的受到影响 那也就是为什么 新约是用什么语文写的 希腊文写 就是为什么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 那旧约是用希伯兰文写的 就是希腊文化大大的影响了 整个以色列 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文化 OK 来我们看第八课作业 拿红预言的哪个城市将完全陷落 没错 所以是约拿拿红这两个是宁尼为城 就是有亚述 拿红把他预言的 拿红把他预言的请妇是为什么 恶人所受的公义报论 哈巴古的预言在变明 对啊 我刚刚讲说哈巴古他勇于问问题 对不对 然后神就是告诉他是因信得生 一人必因信得生 所以是一人的结局 这个问题 这是B 第四 一人必因信得生 这个伟大的定律在新约出现三十次 首先从神领受到这一点的是谁 哈巴古 所以第三第四是连在一起的 第五 西班牙说明了犹大被定罪是因类 西班牙 他们的时候拜武相被神发灭 下来哪一个国家没有在西班牙的预言 艾提阿伯 没有在西班牙的预言 是巴比伦 因为亚门亚述摩鸭 菲利士还有艾提阿伯 那个我们在那个小小的图那个地方都会看到这些国家 在第三页 Pate 3 of 8 第三页 第一点的中间那里 第一点神的审判 然后就讲明说周边的国家也要因各自的邪恶受刑罚 他们是菲利士、摩鸭、亚门、古石 古石就是刚才那个黄医师讲的 艾提阿伯和亚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些周边的国家没有讲到那个巴比伦的地方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巴比伦C 第七题哈该的预言基本上是关乎于 我们说有两个是两个先知是在这个回归圣殿 不是回归圣殿要激励百姓做什么 耶路撒冷 所以就是C 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重建 撒加利亚的八个意象 很难懂的八个意象是哪一个 我是没有去研读他的八个意象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 绝对绝对的呢 就是A 极富这项正性 其他的我是不晓得有没有讲到这些 但是A呢是绝对是对的 八个意象是负象征性 那个真也不对 但是就是请大家有兴趣的自己去研读 去什么叫什么八个意象 讲到是什么 下列哪一位先知是最多论及主耶稣基督的 我们刚才翻来翻去 讲到好多从旧约应验到新约的是哪一本书呢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 就刚才看到什么主要骑的旅居进耶路撒冷被三十块钱出卖主的这个扎横 还有这个主这个如牧人被杀所以就是撒加利亚这本书 最后一题主的日子是拿几位先知预言的主题 这个就是比较难一点 因为呢太多书了都搞混在一起 那我们就用删除法 纳红是没有嘛 对不对 它是尼尼维的 所以A就没有了 那 阿巴迪亚也没有 阿巴迪亚也没有 因为它是干嘛的 它是那个那个乙东的嘛 对不对 它是讲乙东的 然后来 嗯 D 所以AB就不对了 D D的话 哈该跟撒加利亚 我们刚才才讲的 它是重建圣殿的 所以也没有 所以呢 ABD都删掉就是C啦 约尔就是我们第七课的 最前面的时候 约尔 它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 那马拉基也是讲到说 主再来的时候 还有这个西班牙 西班牙就是说 也是讲到说神 耶和华的日子 神发怒的日子 所以就是C 所以就是第八课 就是我们讲完了 所有的先知诗 那我觉得有一个图表 非常的对我 非常的受用 因为我每次看的时候呢 我都会搞混说 这个先知到底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所以是在第五页 在马拉基书第五页的下面 有一个表 那表我觉得非常的好 就是因为呢 他把南国北国分开来 就北国是在上面 南国在下面 那中间是这些众先知们 那你就可以大约的看出来说 这个先知是在哪一个时期 那哪几个先知他们大概是在同一个时期 所以你看到最右边 撒加利亚 哈盖 马拉基 这三个就是在最右边 最后了 然后 因为圣经的编排 你不要说 哦 以赛亚就是在最前面的先知 耶利米也是在前面的先知 其实不然 他是因为这样子编排的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耶利米其实跟西班牙 哈巴谷 他们同一个时间 唯一有这个争论呢 就是厄巴迪亚 厄巴迪亚在这张表呢 是放在这个南国被灭的那个期段 五八六那个时间 那有些的解经呢 是把它放在最前面 祖前八百年的时候 所以只是一个reference啦 所以讲来讲去这些先知呢 所有大小先知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 他们说先知他是奉主名来说话的人 所以是主 是是耶和华要透由先知来讲神 神话 神的话的人 神的代言人 而且他们是有一个特质 就是说他们非常的能够受苦忍耐 因为你知道做一个先锋人物啊 你会受到很多的逼迫 而且很多的这个批评啊什么的 但是谨守神的道的时候 他们是能够受苦忍耐 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榜样 那所以说在以这个新约来应验的话 在雅各书五章十节 他这么讲 他说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 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好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学习的地方 是受苦忍耐 为主来做作作话 然后就是要记取这些先知 不管是大先知 讲来讲去就是说你们这些恶民要受审判 但是你如果说是遵循耶和谎的道 神是公义怜悯 有救赎的 非常迅速的带空 大家回去要看才会记忆深刻 要把那麽话呢 所有的先知 说真的是会搞混在一起 好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时间到了 下个礼拜是第九课 那是俗环长老 开始进入了新约 你们已经过了四百年了 在这个礼拜就等于 一个礼拜等于四百年 就进入新约了 那他一开始应该是讲这个 四福音书 所以大家回去看一看